老英法案遞交眾議院 臺駐美代表處證明有望 美中美互派大使 美前副處卿出任駐中國臨時代辦 應下議院全票通過抵制北京二二年冬奧會 阿里和騰訊握手言和 有人高興 有人寒心 歐洲小國萬納度黃金護照開後門呈搶手貨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環球看點 我是美玲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16號 星期五 和你一起瞭解今天最新的消息 15日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通過老英法案 呼籲美臺應該擴大經貿關係 並就駐美代表處證明問題展開協商 也就是臺灣有意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 法案也特別加注聯合國承認中共 並未處理臺灣的代表權問題 接下來法案將送交給眾議院全院審理 老英法案全名為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及參與法案 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以26票贊成 22票反對通過 法案長達400多頁 由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米克斯在5月25日提出 旨在強化美國在政治 外交 軍事和科技等多領域的實力 又引中共在全球挑起的各項挑戰 值得關注的是 法案涵蓋了多項與臺灣有關的法案 包括臺灣外交檢討法案 臺灣和平與穩定法案 臺灣國際團結法案等 呼籲美臺擴大經貿關係 並就駐美代表處證明問題展開協商 要求美國務卿將目前的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處證明為臺灣駐美國代表處 並與相關代表人員展開協商 法案也認定臺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一部分 不僅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組織 擴大美臺的經貿關係 也強調確保臺灣有能力抵抗中共的鍍貨 並且擁有自我防衛能力是極其重要的 法案接下來將送交給眾議院全院審理 如果眾議院通過 但由於參議院在6月初已經通過自己版本的抗中法案 參眾兩院之間 後續仍會展開許多協商工作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 參眾兩院必須通過同樣版本法案 才能將提案遞交給總統簽署後生效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官方微博公布 任命前副助理國務卿米德偉為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館官方簡介 米德偉現為公使前參贊 於2018年12月 接任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 也曾任美國制裁政策於實施辦公室的主任 美國駐孟加拉國大使館副大使等職 並外派過中國 香港 臺灣和幾內亞 美國前駐中大使布萊斯塔德去年10月份任期屆滿後 美國駐中大使全缺已久 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駐美前大使崔天凱於6月下旬卸任 目前兩國處於沒有互派大使的情況 在全球呼籲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 7月15日 英國下一月全票通過一項動議 會與英國政府對22年的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 除非中共結束在新疆的人權暴行 動議中提到 中共對維吾爾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暴行和對倡導維吾爾權利的英國公民進行制裁 敦促英國政府及其代表拒絕參加北京奧運會的邀請 上週 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 會與歐盟成員國領導人拒絕接受參加北京奧運的邀請 英國下議院議案起草人 保守黨議員魯頓批評英國政府向北京發出混合信息 一方面談論在維吾爾地區發生的形成產業鏈的人權侵犯 另一方面追求與北京更深的貿易聯繫 甚至允許英國最大半導體製造商被一家中國公司搶購 現在該停止了 並且要加強中方政府侵權行為的回應 他指出 專制政權利用奧運來粉飾他們的罪行 並在全球範圍內傳播他們的宣傳 這有著悠久而令人不安的歷史 中共知道這一點 並且到目前為止還在逍遙法外 現在需要英國和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向北京發出明確信息 我們不會對維吾爾地區 新疆和香港的侵權行為視而不見 我們不會讓你們在冬奧會上取得重大宣傳勝利 中國消費互聯網分裂為以馬雲為代表的阿里巴巴 和以馬化騰為代表的騰訊兩大陣營 阿里巴巴購物平臺 進入騰訊的微信支付 微信也封鎖了來往阿里的鏈接 不過目前 情況可能正在發生變化 馬雲和馬化騰似乎準備握手言和 考慮互相開放生態系統 15日《華爾街日報》報導 為了打破壁壘 阿里和騰訊目前正在分別制定計畫 阿里的初步舉措 可能包括將微信支付引入淘寶和貼貓 騰訊可能允許加阿里的電商信息在微信分享 或者允許微信用戶通過小程序使用阿里的一些服務 騰訊可能會讓阿里的電商產品更容易在微信上分享 也可能允許某些阿里服務通過小程式觸達微信用戶 開放後的生態系統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 並且有助於刺激更多競爭 但同時也意味著 兩家公司將對彼此業務有更多了解 報導稱 阿里和騰訊是在中共試圖整頓國內科技巨頭的大背景下互相開放生態系統的 今年4月 中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阿里巴巴處以創紀錄的人民幣182億罰款 合計28億美元 原因是 阿里強迫平臺商家二選一 即僅止平臺商家在其他競爭平臺上開店 阿里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 合計處理的移動支付規模 佔到中國全部移動支付的90%-95%左右 一些知情人士表示 阿里巴巴正在採取行動 將國有的中國銀聯開發的一款移動支付服務 添加到去電商網站上 雖然這款應用的市場份額相比支付寶和微信還是很有限 但外界看來 接納一個有政府背景的競爭對手 是對監管機構的重大嗜好 華爾街報導稱 當然 阿里和騰訊的計畫仍然可能發生變化 兩家公司也可能決定維持現狀 但如果二者真的改弦更張 或許會帶動一些平臺進一步開放 彭博專欄作家庫爾班表示 兩大互聯網巨頭打破壁壘 可能是安撫監管機構的重要第一步 雖然能夠讓中共的監管部門歡喜 卻可能使股東們感到寒心 從商業角度看 對競爭對手彼此開放服務有風險 投資者可能不太滿意 庫爾班最後說 對對手握手言和 最好是對對手要知根知底 英國《衛報》記錄 萬納杜發行黃金護照方案 只要變成公民 就能免先入境歐盟和英國 成了許多不消商人與各國警方通緝犯的後門 去年 與2000人掏錢取得這個太平洋島國的公民身份 這項方案讓外國人花費13萬美元 就能買到萬納杜的公民身份 整個過程只要一個多月 甚至不需要踏上萬納杜國土 該護照可以免先入境130個國家 包括英國和歐盟各國 萬納杜同時也是避稅天堂 無個人所得稅 公司稅或財富稅 通過投資方案取得萬納杜公民身份的人 包括對美國制裁的敘利亞商人 可疑的北韓政治人物 澳洲非洲黨前成員 以及涉及36億美元加密貨幣盜竊案的南非兄弟等 專家警告 這個護照大開後門 讓跨國犯罪集團可以在太平洋設立據點 進入歐盟和英國 萬納杜的稅法也讓當地成為洗錢的熱點 這項計畫去年共替萬納杜政府賺近超過1.16億美元 未報經過數月訪查 成功證實名單上的數十人身份 萬納杜在去年通過這個方案發出約2200本護照 其中超過半數約1200人是中國公民 其次最多的是奈及利亞 俄羅斯 黎巴嫩 伊朗 利比亞 敘利亞和阿富汗籍 其中有20人來自美國 6人為澳洲公民 還有幾個人來自歐洲 微報發現當中許多人有相當複雜的境外商業記錄 有些人開設沒有明顯商業活動的空殼公司 由於歐盟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持續對盡責調查措施表達關切 迫使萬納杜在去年承諾會加強背景調查 試圖掃除黃金護照方案的不良形象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是美玲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